史上最恐怖的画片展现了人吃人的可怕现实 作者已自杀 本期立歌带来电影《猫汤》 小猫一家是社会底层 猫姐姐中病卧床 猫妈妈一直操吃家务 猫爸爸则每天荒废度日 猫弟弟正在浴室玩水 走出来发现死神正拖着猫姐姐的灵魂即将离开 为了救猫姐姐 猫弟弟追了上去 路上猫弟弟看到了三个正在交谈的主妇 随手拨了其中一个主妇的气阀 他像是气球一样泄了气 谈倒在地 其他两个主妇只是微微愣了一下 好像没有看到任何一样 便继续地交谈 看来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 在喵世界同样适用 猫弟弟继续追赶着死神 直到天黑时 他终于追上了 和死神争抢着姐姐的灵魂 但猫弟弟只成功了一半 抢回了姐姐一半的灵魂 另一半还是被死神带走了 猫弟弟回到家 猫医生正在宣布猫姐姐已经死了 猫弟弟赶忙把姐姐的灵魂放回去 虽然猫姐姐得救了 但是因为只有一半灵魂 猫姐姐变得有些痴呆 猫妈妈让猫姐姐和猫弟弟去打酱油 回家的时候 他们穿过森林来到了一个马戏团 上帝假扮的魔法师 表演的各种魔术 赢得了一阵欢呼声 最后的重头戏 来了一个身体里充满着云气的大鸟 众人不停地拉扯着它 它体内的白云变成了乌云 最后乌云下起了暴雨 雨水冲破了大鸟的身体 淹没了整个马戏团 冲垮了一切 汇聚成大海 猫姐姐和猫弟弟在这片大海里找到一条小船 城里还有一只小猪 雨变小了 猫弟弟就用荷叶接水给猫姐姐喝 海里有一群乌鸦 真围绕着一具肚子里都是小猪的尸体 当尸体正要被瀑布冲下去的时候 一只大鸟把它当食物带走了 我也给了自己的孩子 而小鸟排出了粪便滋养了土地 开出了花 长出了果 生命是个轮回 果实里也是小猪 天晴了 猫弟弟在船边小便 排泄物吸引来了很多小鱼 这些鱼被小猪抓到了 想分享给猫弟弟 猫弟弟嫌脏 就割了小猪身上的肉喂给姐姐吃 剩下的给了小猪 这像极了生活中的好人 一味的对别人好 最后却只会被伤害 被小猪抓住的鱼突然活了过来 让无视切成了生鱼片 但他还是顽强的想回到大海 哪怕只剩下骨架 在海里的骨架鱼能吃的食物只有排泄物 但这并不能让他重新长出肉来 他死了 骨架鱼的尸体被冲上海岸 猫弟弟看到了 吃掉了鱼眼珠 却被猫妈妈指责了 而远处猫爸爸和猫姐姐就站在那 这像是平行空间离另一家猫 仍是幸福美满的状态 上帝捞起了地球 于是海水退了 地球变成了沙漠 下船后 被吃掉一大半的小猪 还要拖着猫姐弟往前走 猫弟弟割了小猪头上的肉流 尝过之后觉得很难吃 便开始痛击小猪 猫姐姐有样学样 两人便把小猪打死了 小猪临死的时候咬掉了猫弟弟的手 穷人只能靠欺负老师人 暂得生存 而老师人被压榨到最后一刻 才懂得反击 但往没有什么杀伤力 猫姐弟很快在沙漠 遇到一个懂缝补的老奶奶 帮猫弟弟缝好了手臂 猫姐弟继续往前走着 被香气吸引到了一处 富丽堂皇的房子 在这里他们看到了大鸟 独眼蛇 打开的大脑 被解泡的人体 这些东西被当成装饰品挂在墙上 而这里的主人喜欢拿水浇被拴住的鸟 然后用火烧 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的快乐 可能来得更容易一些 主人用着烧好的鸟 和淋上巧克力的饼干屋 招待猫姐弟 等猫姐弟吃饱喝足之后 送他们去洗澡 水温越来越高 主人还不停地往里面加佐料 原来招待猫姐弟的真实目的 是想用他们做猫汤来招待招待自己 主人尝过一口汤的味道之后便出去了 之后进来一个拿着剪刀的大汉 想用剪刀伤害猫姐弟 却投机不成18米 被猫弟弟制服 倒在了汤里 猫姐弟继续在沙漠里前行 这时的沙漠已经很难找到水源 猫弟弟只能不断地挖掘着 终于挖到一定深度时 出现了水源 水源汇集成了大象 驮着猫姐弟往前走 但好景不长 随着越走越远 沙漠也越来越干 水大象也不断蒸发 直到倒在地上起不来 猫弟弟拼命地挖掘着 希望能再刨出水 让水大象站起来 驼他们出沙漠 果然利益才是最好的动力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等猫弟弟找到水的时候 大象已经完全地蒸发不见了 猫弟弟带着猫姐姐继续走 却发现他们一直是 行走在一个大时钟上 齿轮卡住了 他们便掉落到一个 时间停止的大海上 就在猫弟弟好奇地 探索着身边静止的一切时 上帝搬动了搬手 启动了齿轮 加快了时光的脚步 于是猫弟弟又掉了下去 在下降的过程不断变成各种模样 老人 女人 婴儿 就像时间在不断地轮回 这时上帝返回了时间 把小猫从命运的齿轮上剥离出来 猫弟弟醒来 发现自己和姐姐还在船上 还在海里发现了 姐姐喜欢的花 她摘下了花 放到姐姐的面前 就这样 猫姐姐丢失了另一半灵魂也回来了 姐姐恢复了正常 摸了摸弟弟的头 猫姐弟就这样兴高采烈地回了家 和猫爸爸妈妈妈吃着团圆饭 但是就在猫弟弟去上厕所时 猫爸爸消失了 紧接着猫妈妈也消失了 最后是猫姐姐 最后只留下从厕所回来的猫弟弟 望着空无一人的餐桌发冷 亲人总会离开自己 只是时间问题 只是顺序的差异 夸张的想象里反映着社会现实 离奇的遭遇暗示着人生的真谛 这个小故事看起来荒诞离奇 匪夷所思 但是把故事里的小动物 想象成身边形形色色的人物 你会发现并不难理解 现实中好人确实只有到了绝地 才懂得反击 最能驱动人心的也只有利益 而富人的好 往往隐藏着更大的恶 那么今天就到这了 我是雷哥 变着 变着